美国史上最大宗的恐怖袭击911事件 虽然已经过去18年了 但恐袭阴影在美国人心中依旧挥之不去 昨天美国纽约有一架直升机在一栋摩天大楼顶楼坠毁 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纽约是不是又遭到恐怖袭击了呢 对此纽约社长马上出来安抚民心 强调这跟恐怖袭击无关 一架直升机坠毁在美国纽约一栋大厦的顶楼之后 现场冒出滚滚浓烟 大批消防员也随即赶到现场冒雨展开救援行动 有目击者表示当意外发生时 他们明显感觉到大厦在摇晃 还以为只是电梯发生了故障 由于这一阶事件碰巧也发生在纽约 这就不禁让外界联想 会不会重演911恐怖袭击事件呢 对此纽约市长是严正否认 虽然当局否认这是一场恐怖袭击 但是真正的坠机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这起意外也导致直升机上的唯一一名飞机师当场死亡